孩子,若是說謊,一定有原因 他們可能想要掩飾錯誤,擔心被懲罰 或是說謊後,能獲得他人的關心、愛護,而感到滿足 家人可以在安全的環境與互動下 與孩子一同討論,說謊可能有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讓孩子感覺到誠實,比說謊來的更安全 鼓勵孩子承認錯誤,負起責任,對孩子來說,是成長的機會 肯定誠實,是看到自己孩子更勇敢,更成熟的表現 摘字,觀點同不同 你也中了魔鬼的計謀 三歲小孩,也會為了安全感說謊,不妨換個角度看待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